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晚间的国情咨文演说当中再次表示 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并且谴责马杜罗的政权 他提到了委内瑞拉社会主义政策的失败并且誓言美国永远也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 他提到了两个星期前 美国正式承认委内瑞拉的合法政府以及他的新的临时总统瓜伊多 美国和委内瑞拉民众站在一起支持他们争取自由的崇高追求 美国谴责马杜罗政权的残暴 这是社会主义政策将南美最富裕的国家变成一个绝对贫穷以及绝望的国家 而在美国这边 美国建国基础是自由和独立而不是政府强制、主宰以及控制 美国生而自由 美国将会保持自由 而在星期二的晚上 他是重新坚定这个的决心 永远也都不会让美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感谢您的观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